好我們繼續來關注台北市幼兒園的狼事案延燒到現在 民進黨立委林月勤她表示要來推動修兒授訪的相關條例 讓媒體能夠以揭秘的角度報導公開受害者的學校 還有加害者的資料 目的是希望能讓家長們提高警覺 並且避免更多的悲劇發生 在公開道歉後首次現身螢光幕前 台北市長蔣萬安面對記者提問三間其口 不過7月18號蔣萬安就曾經向中央喊話 希望能修正兒哨法第69條 讓媒體公開加害者姓名阻止更多悲劇 一定是保護受害者以及避免二次傷害 那是否可以公布在這個更明確的原則規範上面 我們很希望中央能夠來修法 而其實民進黨立委早就開始動作 0月清3月底受到陳情之後 6月就召開公聽會 目前擬定的兒哨法修正版本 下個會期一開議就要提案 如果媒體報導揭閉了這所學校名稱的話 家長訂立即有反應有感覺到說 我小孩也是救度這家幼兒院 那還有一個是加害人的姓名 這個美國他們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未來方向可能會朝向這樣子 而哨法訂立時規定不得報導受害者相關資訊 是因為當時家中受虐案例比較多 一旦報導容易洩漏受害兒童身份造成二次傷害 不過如今孩童出外就讀比例高 林月清認為適當公布受害者的學校 以及加害者的姓名能提高其他家長的警覺性 我們可以廣邀專家學者以及家長團體 共同來討論 我們所有的修法都是希望保障兒童未來 不會受到再次的這樣子同樣的傷害 廊師的姓名到底能否公開 在下個會期當中朝野還要共同討論 不過藍綠白部分黨派的共識 都絕對是要保障幼兒安全 記者了凱全令拉台北報導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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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